政治話題綠白兩黨為了國會龍頭綠白河衍生電話羅生門的事件 民眾黨否認主席柯文哲主動打電話給清律的醫師陳永馨 還點名前民進黨主席卓榮泰參與其中 雙方的發言人各說各話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更是發文說 是總統府秘書長林扎龍找人來談的 不過當中被點名的一位中間人 親自澄清一切是個人行為 沒有誰授權的問題 要民進黨好好自我檢討 民眾黨主席可穩哲深陷國會綠白河電話門事件 否認主動致電談合作 將矛頭指向民進黨內部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更指出 總統府秘書長林扎龍也有參議咖 這兩位中間人非常明確的表達 他們是代表林家龍而來 找人去求見可穩哲 然後事後在惡意操作放話要抹黑可穩哲 這一種風氣真的非常的不可取 林家龍辦公室發聲明 整起事件完全沒介入是被動告知 其中一位中間人企業家林育哲也親自聲明 說令家龍事先並不知道細節 不用再波及他人 非常抱歉造成大家的困擾會深切反省 強調整起事件沒有誰授權誰 純屬個人行動 自立行間道盡滿滿無奈 並民眾黨點名的還有前民進黨主席卓榮泰 卓榮泰證實曾與黃珊珊碰面 但始終堅持游錫坤是立法院長唯一人選 另一頭綠白發言人也隔空對峙 他明明有傳訊息給張金堅醫師 還有打電話給張金堅醫師說 他要找柯文哲醫師 可是這段也被略過去了 變成是柯文哲突然打電話給陳醫師 一個主動兩個表述 確實民眾黨對文字的理解 真的常常跟大家有出入 綠白合作不成還演變成大亂鬥 恐怕也讓幾個中間人始料未及 記者綜好報導